我想有很多話題要談 但是根據各方顯示的消息 就是說港版國安法 可能會作為一個話題 因為現在中共不顧國際反對 也不顧香港人民的意志 漢然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這個惡法要去砸毀香港的一國兩制 那麼美國是率先採取了行動 就是國務卿在提前一天就宣佈 在中共通過惡法的時候就宣佈 美國會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地位 特殊待遇 也就是說要阻止外資 由香港進入中國 還有高科技敏感技術流入香港 還有特殊關稅地位 之後中共通過了惡法之後 美國總統川普又進一步的證實了這一點 表示對香港採取的強有力的措施 將會使中共難受 所以中共這個時候 據說 據各方面的消息反映 中共可能會提出一個版本 就是說中共那邊 雖然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但是暫時不實施換取美國 繼續保持對香港的特殊政策 美國會不會答應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中共善用這個障眼法 或者說叫做後黑學 或者說超限戰 就是暫時的自己要喘不過氣的時候 挺一下 暫時的妥協 暫時的後退 等自己喘不過勁來 再來對香港下狠手 所以美國會不會上這個檔很難說